最新的寶可夢活動來了 這禮拜的寶可夢活動是什麼呢 首先是禮拜二的托哥德瑪爾的聚焦時刻 捕捉兩倍星辰 當然有機會遇見色違的托哥德瑪爾 就在禮拜二的晚上6點到7點的活動哦 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是龍捲雲的五星蛋 還有超級波斯可多拉的超級蛋 他們會一直出現到8月3號的早上10點 這兩隻也是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五星團體戰 以及超級團體戰 到了8月3號早上10點之後 倒數的五星蛋已經超級蛋 分別是火焰鳥 IV1001980天氣加成2475 建議招式有火焰漩渦 還有限定招式的神鳥猛擊 到了下禮拜三8月7號 也就是火焰鳥的團體戰時刻 也就是大家說的晚餐的約會啦 別錯過囉 3號之後進行的超級團體戰是超級化石翼龍 IV1001590天氣加成是1988 建議招式有弱石以及岩崩 那目前正在進行的主題活動是鋼之原則 這個捕捉寶可夢星辰三倍的活動會一直持續到8月30號 也就是禮拜二的晚上8點喔 別錯過鋼之原則的活動獎勵 捕捉星辰三倍 將球都到圈圈NICE圈以上都可以獲得神奇堂 等級31以上的玩家丟到圈圈裡面都可以額外再獲得XL也就是大堂 那另外在8月2號即將要到來的新的主題活動 就是驚奇冒險週啦 當然這個主題活動的獎勵呢 有每天首次旋轉的補給站可以獲得5倍的XP 每天旋轉補給站的XP也會加倍 孵化寶可夢的XP也會加倍 而且主題活動的寶可夢色違機會都會提高喔 有頭蓋龍、盾甲龍、圓蓋海龜、始祖小鳥、寶寶暴龍以及冰雪龍 色違機會在野外以及孵蛋都會提高喔 當然不要再錯過第二次來到的暗影水軍啊 8月的暗影團體戰就是暗影水軍 這禮拜就可以預見囉 IV1001704天氣加成是2130 還沒有抓到色違的暗影水軍的朋友 也要好好把握8月6日的機會 接下來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超級烈空座精英團體戰的補償活動 時間是在8月3號的下午1點以及6點 所以他會出現在兩個時段的精英團體戰都會在所謂的精英團體戰道館 到底大家會去哪裡呢 阿A有以下的建議喔 阿對了記得喔 他的建議招式小招式龍尾 大招就是限定招式需要隕石的畫龍點睛 IV1002191天氣加成2739 到底要去哪裡參加烈空座的精英團體戰呢 首先就是你這禮拜去參加這一次的 超級路卡利歐的團體戰日 大家最喜歡去的台北車站 在台北車站雖然有很多精英團體戰 但是這些全家道館 也就是全家團體的精英團體戰的sponsor 是不會出現烈空座喔 所以在這一次的超級團體戰 大家很多人去台北車站參加超級團體戰 今年的蓋歐卡古拉多以及赫拉克羅斯 還有這一次的超級路卡利歐 但是到了精英團體戰就不能來到台北車站囉 那我們要去哪裡呢 當然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大安森林公園 有就是大家說的安森啦 那安森呢 總共有12345678個精英團體戰 只有一個是全家 所以1234568都會出現烈空座精英團體戰 有美腿蛙 藝術小青蛙 大安森林公園5號出狗 鵝藤 鵝掌藤立碑 還有 Is the Ration Otter 也會有 還有安森良庭 還有大安森林公園的電話庭 但是只要是全家的精英團體戰 是不會出現烈空座 超級烈空座的喔 所以這一次在北部的朋友 不要去台北車站 要去大安森林公園 在這一次的補償活動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到底還會不會給大家隕石呢 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寶可夢到現在還沒有公佈 只知道給我們是時間 但是活動的內容不確定會不會都有 但是經過了這次超級路卡利歐的補償日 而且還多送票耶 所以禮拜天有參加補償日活動的朋友 都可以打到18場對不對 所有的訓練家 沒有買票有買票都可以打到18場 所以8月3號的裂空座補償活動 他會不會還會給我們隕石 又或者給我們很多顆隕石呢 讓我們盡情期待啦 上次在6月29號的 列空座精英團體戰 並沒有24小時倒數的紅彈 所以在上次呢 有很多狀況 第一 他不是紅彈 他反而是五星團體戰的傳奇彈 不是紅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沒有24小時倒數 這也是一個跟平常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的補償活動 他會不會讓24小時的機制再次出現 又或者他會不會變成紅彈呢 目前官方沒有公佈 但是我們可以期待這禮拜六 1點以及6點的超級列空座 精英團體戰的補償活動 超級列空座 他的BOSSCP在出現的時候會88200 整個到8萬以上的CP 建議人數4個人以上好不好 4個人可以挑戰 4個人可以挑戰 5個人有機會 6個人以上基本上都可以過 所以說這個是需要組一個小隊 來一起完成超級列空座 精英團體戰的 他的屬性是龍以及飛行屬性 IV 100 2191 天氣加成2739 他的弱點是冰的兩倍傷害 所以在隊伍呢 六隻都是派冰屬性攻擊的 都是沒問題的 但是 基本上人很多的話 就讓電腦隨機派 基本上都會過 小招有龍衛跟空氣斬 大招就是我們現在想要的 限定招式 需要隕石的化龍點睛 還有逆靈 原始之力 厭返 以及另外一個限定招式 廣域破壞 所以呢 如果當你抓到色違的IV100列空座呢 你可以給他龍衛 配上化龍點睛 以及廣域破壞 建議隊伍有很多 這邊的話 阿友這邊有建議 你可以Mega進化 超級爆血王 Mega進化冰鬼護 Mega進化 烈空座 還有Mega 加強你的沙奈朵 以及 有冰凍光束的超夢 以及象牙豬的冰屬性攻擊 在這禮拜的主題活動 驚奇冒險週 是從8月2號到8月12號的晚上11點59分進行 在敷7公里旦 還有野外的這些主題跑可夢 色違機率會有提高哦 分別有頭蓋龍 十足小鳥 盾甲龍 寶寶暴龍 圓蓋海龜 以及冰雪龍 在這次主題活動的獎勵 有每天第一個 首次轉的補給站會有5倍的XP 活動期間旋轉補給站會有2倍的XP 以及孵化寶可夢 也會有2倍XT的主題活動獎勵 在野外呢 也有許多寶可夢等著你捕捉 有地鼠 橘石 橘石 還有畫石盔 還有土龍弟弟 還有石丸子 還有羅丁地鼠 還有絕 絕什麼兔 絕 絕絕兔 還有化石益龍 那在田野調查呢 也包含剛才阿阿說的主題 火寶 寶可夢 也會出現在 呃 限時任務調查 色違機率也會提高 然後也會有 額外的化石益龍的 超 Mega進化糖果的任務 以及土龍弟弟 石丸子 羅丁地鼠 絕絕兔 還有 觸手百合 還有 泰古 泰古什麼蟲的 這個也會出現在 呃 田野調查任務中 那額外也可以購買 60元的 付費解鎖 限時調查 有兩個孵化器 一個超夫 以及主題寶可夢 在收藏家挑戰呢 也會有所謂的任務 完成呢 也會有 化石益龍的 超級能量喔 所以這禮拜的 驚奇冒險週 以及上禮拜的 救急解鎖 鋼之原則 都是這個月 呃 非常精彩的主題活動 鋼之原則是捕捉 寶可夢三倍星辰嘛 到了這個驚奇冒險週 是獲得 加 加倍的 XP 所以 也是讓我們期待的 寶可夢 主題活動 雙帳號自動抓寶神器 Domone 3 Polo 專業版搭配矽膠帶與新型無線充電盤 Type-C與無線雙充電充電模式 20公尺藍牙連接範圍 自動捕捉 自動旋轉補給站 輕鬆獲得新陳 XP 糖果 手機下載最新的Megacon App 最自由的語音 震動 燈光通知設置 支援軟體線上更新 與問題支援服務